在电影《长津湖》中 七连连长五千里手握手榴弹冲向美军的画面 引得无数人落泪 这个画面相信直到现在大家都记忆犹新 但是你知道吗 电影《长津湖》中七连连长五千里 其实现实中确有奇人 而且真实的五千里在战场上的经历 比电影中更让人泪泪 这个人就是李昌岩 1928年李昌岩出生于山东的荣城 在李昌岩9岁那年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李昌岩的家乡也成为了日战区 和《长津湖》电影中五千里的家乡一样 在日本人的侵略之下 老百姓是居无定说 食不果腹 所以很多的山东男儿 从小的理想就是能够拿起枪 从军保卫家乡 李昌岩也不例外 1944年16岁的李昌岩参加了巴乳军 两年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他又陆续的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凭借彪悍的作战风格和不怕牺牲的革命态度 李昌岩在战场上履历起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 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 李昌岩便带着积攒下来的退伍费 准备回到家乡照顾年迈的母亲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刚到家乡就收到了组织上的紧急调令 由于美军加入了朝鲜战场 李昌岩所在的九军团即刻复朝作战 收到调令的李昌岩 看着父母眼中的殷切与担忧 喷的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给父母磕了一个响头后 转身便离开 1950年李昌岩跟随27军 从吉林跨过亚禄江 奔赴朝鲜战场 到达朝鲜战场上之后 李昌岩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九兵团 第27军 八十师二三九团二营四连的连长 这个时候的李昌岩仅仅只有22岁 出入战场 四连的战士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作战任务 他们接到的阶段性的任务是 在新兴力地区歼灭敌人 然后与其他部队会合 将敌人打退到三八线云南 虽然任务很明确 但是敌人在哪里路该怎么走 李昌岩却是一脸的茫然 就在连队迷茫的行军了一天之后 李昌岩收到了营部发来的一张地图 地图上画着一个圈 在圈的前方十公里处 有一股军队正在驻守 但是有多少敌人 敌人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队 有多少的武器装备 他们一概不得而知 李昌岩连队的任务就是歼灭 此地全部的敌人 掩护其他部队 安全地度过新兴力的风流里江 接到任务后的李昌岩 命令全联全速的前进 以最快的速度歼灭全部的敌人 但是李昌岩没想到的是 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赢的美军 到达指定的地点之后 李昌岩就发现不对劲了 对方不但人数众多 而且武器装备精良 虽然还没看出对方是美军 但是如此悬殊的人数的对比 无论如何 这个仗是没法取胜的 但是李昌岩坚信 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也没有打不赢的仗 李昌岩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决定自己亲自带着一排二排 从三坡的左侧包抄过去 由指导员庄元东带领着三排 从右侧包围 在小范围之内 这样来他一个问中捉鳖 之后就发生了电影《长津湖》中的第一个激战的场景 在晚上七点 全联包抄完成 便开始悄悄向美军的驻地逼近 准备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紧急时刻 由于一位战士不小心踩到了敌人的罐头盒子 声响惊动了帐篷中的敌人 暴露位置之后的李昌岩当机立断 下令提前发动进攻 双方立马展开了战斗 一排率先击毙了四名敌人 几分钟之后星星里地区的敌人向四连打出了多枚炮弹 炸药发出来的火光将黑夜变成了白照 李昌岩下令全联采用分散战术攻击敌人 避免被敌人的火炮一锅端了 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之下 四连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三点 战士们在零下三十五度的严寒和风雪中 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敌营营照 敌人也被李昌岩的贴身战术打的是措手不及 最终仅用了八个小时 四连以牺牲两名战士为代价 歼灭了美军四十人 俘虏五十人 缴获了十二门的炮弹 当李昌岩审问俘虏时才知道 他们这一次端掉的 竟然是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的指挥部 也就是著名的北极熊团指挥部 而早已被志愿军战士 拿到厨房蒸馒头的一块花布毯子 正是北极熊团的团旗 李昌岩也因为这一次战斗 荣获了二等功 大获全身的四连并不敢停歇 在李昌岩的带领下 继续奔赴了下一个阵地 上甘岭七三四高地 也正是在七三四高地的这次战斗中 四连几乎伤亡过半 这一场战斗的激烈程度 比电影《长津湖》中的场面还要悲壮 指导员也就是电影中朱亚文的扮演者 庄元东也在这一场战争中壮烈牺牲 尽管伤亡惨重 但是在接替部队到达之前 四连击退了敌人几十次的进攻 丝毫没有后退半步 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 就像电影中五千里的那一句 保证完成任务 一样的豪气震天 1952年李昌岩从朝鲜战场上退下回国 1955年被授予了大卫军衔 和其他大卫不同的是 李昌岩的这个军衔是彭德怀清定的 1966年38岁的李昌岩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队退役之后就到了辽宁的安三 做了钢铁厂的一名普通的干部 如今94岁的李昌岩依旧是精神眷属 他每年都会去牺牲着战友墓碑前 跟战友一起回忆当年在战场上的点点滴滴 但可惜的是呢 李昌岩再也听不到战友们的欢声笑语了 一代人用他们年轻的生命 换来了后代无数人美好的青春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以青春作为予以回报呢 好了如果你的青春面临着和李昌岩一样的年代 你会如何选择呢 一拳三连呢告诉小德答案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